嗨 我是九一 嗨 我是小玉 嗨 這禮拜定完封錄完了 今天要來聊小玉了 今天是小玉的發行 這就是我發行 小玉的專輯 被叫出來 我上週末去了一趟那個東京 其實東京現在很簡單 再去高雄去台中差不多 大家買個便宜機票就飛過去了 因為其實我們去過東京很多次 大家都去過東京 是你啦 你去過很多次 那我們再去幹嘛 去你的名字的聖地行 超勝 看完電影就去大概看了兩個禮拜 它其實大方向就是 一個是在鄉下 一個是在都市 但都市在這邊會出現很多很多 東京的實際場景 就非常非常好去景 比如說你看就知道 誒 這是星樹 好 這是四肆骨 有去日本人可能會有印象 那我們看著就是 哇 這個地方好眼熟啊 那我們就跑去看了 這是一個最廉價的聖地群 以前那種聖地群 你那個跑到荒郊野外 然後深山裡面去 去什麼北海道 然後去什麼市國 然後這什麼鬼地方 有啊 另外一個山上可能真的比較麻煩 但是在東京裡面應該比較方便 我們軒衣神社 就是細節不講 軒衣神社看完那個神社之後呢 我們想說中午突然就走去餐廳 我們照著skate就走 嗯 這樣走下來 走一餐廳 走了五六公里走去餐廳 你看 排了二十多個人 然後我們那時候一點多 然後想說一點多應該過了第一波的午餐時間 然後我就跟那個 有個朋友在等說 我們要排十分鐘看看會不會動作 結果看了十幾分 十五 二十分鐘 一個叫號都沒有 依照這個上菜速度 跟他們那個餐廳的氣氛呢 我們排到四五點才十道半 就立馬放棄 排隊的時候就看到有陸陸續過來這樣 很多人喔 一直有人 一直有人 一直來 然後我現在看過去啊 排隊的人大概有抽九成以上 就是因為看你的名字 來曹時代 慕名而來 神社那個階梯呢 也是很多人走上去 那神社的階梯算是很方便去的地方 因為從車站出來走 然後十幾分鐘穿過住宅區以後就到 他是住宅區裡面一個小小的神社 我去那邊 一路上就是沿路走上去就聽到很多台灣人 這樣子 結伴前行這樣子 讓我很意外呢 其實有蠻多長輩過去的四五十歲的夫妻 應該一定是有看過電影的啊 那邊就被討論 然後就慢慢拍照走上去 然後去到街地上面一看 那邊有個二三四個 大家拍照 因為它的 海報取的景是那個階梯的頂端 真的變觀光景點了 但大家過去要小聲喔 因為那附近其實是住宅區 對 那不是一個 不是像那個什麼淺草寺 那淺草寺那邊是個真的很熱鬧 本來就很熱鬧的景點 所以那邊居民有小小的一些 小抱怨 小抱怨在 就是大家過去的時候 不要太吵了 今天暗示拍照 大家的輪流拍個照 然後另外一個點就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那個新樹 然後我想要找一個點 然後找一個 看起來就在這邊 那一看 找角度差不多 對 角度差不多 五十個人在那 沒有沒有 這個大概那麼寬的人行道啊 這個人潮大概就是像 中校復興人家一站那麼多人 這樣 這什麼地方 這什麼人要找的牌啊 這個地方叫早期很簡單 它就在新樹 那個歌舞伎青的扛棒下左邊而已 那我後來就是 沒有辦法 就跟朋友說 不好意思 請另外一個幫我拍 就這樣就拍過 挑沒有人的時候幫我拍 拍到一半的時候 有兩個女高生之後走過去 回關 這樣 好遲了吧 被笑了 因為我們站在那邊 後面那個 這一看 大家都知道說我們在幹嘛 我看摸摸觀察那邊 應該有個十幾二十個人 想拍那個景 但是沒有人笑我們那麼有吃 很有經驗價值的 相當滿足 對 完成人生第一個成就 就是在日本被高中女生生嘲笑 嘲笑 被女高中生嘲笑 喔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謝謝小玉的分享 很棒 謝謝大家 本週一定要看我們的電玩風 沒錯 有不利是抗課集 沒錯 我們不利是抗課集 大家一定要看 掰掰 掰掰